今天是我们朱子百家的最后一期 我们前面聊了 可以说我们虽然没有说竹字竹句的去聊朱子百家的文献 但是我们基本上已经聊的比较全面了 对吧 从朱子百家的历史生态主张 对吧 他们的哲学思想 他们的人生观 然后一直到我们今天要涉及到 因为毕竟是我们的哲学 这个我们毕竟要最后最后我们要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朱子百家所理解的人性 朱子百家是有先有后的 其实我们说到朱子百家的人性 就是说真真正正探讨到人性这一方面 其实我们着重只说儒家跟法家就可以了 因为这两个是两个人性的极端 当然儒家因为他传承比较久 儒家的人性 其实从孔子到孟子到荀子 他们对人性的理解其实不太一样 最开始拿出人性这个东西来做讨论的 就是孟子 在孟子这个书里头 孟子说告子 告子到底姓甚名谁 咱也不知道啊 历史上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记录啊 身世也不明啊 他呢在莫子这个书里头出现过 所以呢也在这个孟子书里出现过 所以我们就判断了 就说历史上真实的这个告子 应该是在 他比莫子应该小 对吧 他比孟子的岁数应该大一些 因为这个出现年代不一样吗 所以人性这个问题是借着告子的嘴 是不是告子提出来的 不知道 当然是借着告子这个嘴 由孟子提出来的 就是这个故事说的是呢 说孟子跟告子之间有过一次辩论 告子就说呀 就说人性这东西 他说人性啊 是本来就存在了 人性这东西是天生的 什么叫做性啊 就是人的天性 他这就叫做性 哎 什么叫爱 这是人的爱啊 这就叫做爱 就反正他是人的天性 那么这天性是什么东西啊 就告子说 就是人的天性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吃好日骚啊 就是吃顿好的日个骚的啊 这叫饮食男女 当然这个儒家说的比较比较文雅啊 食色性也 哎 对吧 就就这点东西啊 这就是这就是人性 他说那告子说这人性好不好呢 哎 人性这东西就是自然属性 人性没有善恶 就这点东西呢 没有善恶 于是孟子拔一拍桌子 说放屁啊 马上他就这个站起来说 我不同意啊 他为什么 他就开始辩论 哎 告子说 说天生的性就叫做性 对吧 天生的就叫做性 那告子就反问这个告子 那说这个天生就叫性 哎 那你说 是不是天下所有的白都是一个东西 这个告子想了想说 是啊 天下所有的白都是一个东西 那孟子就说了 那请问羽毛的这个白啊 白羽毛的这个白 就跟白雪的白是一样的咯 对吧 那白雪的白又跟白玉的白是一样的咯 这告子想了想说 你还到底是要要要要挑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陷阱啊 你忘记掉 他当时想了半天 他也没想出这句话有什么毛病 他说正是 哎 孟子于是啊 陷阱来了 孟子说那好 既然你说天下的白就都是白 对吧 羽毛的白是白雪的白 白雪的白也是玉的白 那你就说天下只有一种白 那么请问 性这个东西 那那性是不是天下也只有一种性啊 那么狗的性 哎 狗性是不是就跟牛是一样的 那牛是不是就跟人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狗性是否是牛性啊 牛性是不是就是人性啊 告子就没再回答 就是为什么告子没再回答啊 不知道为什么他没再回答 因为从莫子开始 诸子的 在他们的这个作品里头啊 原来你看啊 论语里头 论语里头还是什么忠实记载 就有的人还怼这个孔子 然后还把孔子给怼得哑口无言 对吧 然后就是有来有往 但是从莫子开始 就诸子辩论的这些书 就是他们自己书里头出现的这个辩论案 基本上就是无果而终 就是最后就是到有一方不说话了 所以就告子跟孟子这个辩论 就是最后就这收场 就是告子不再说话了 但是孟子说了一个什么问题 其实孟子说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什么呀 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谈这个性质这个东西 对吧 我们抽象的去谈说什么羽毛啊 然后这个这个雪啊 然后说玉啊 对吧 没有区别都是白的 那如果说你都是说这白是没有区别的 那羽毛玉跟白雪 是不是就没什么区别啊 那再推出来 那狗牛和人 那也没什么区别 那就请问那这种性质到底有什么意义 对吧 那就没有意义啊 你提出这人性 这种人性有什么意义啊 什么意义也没有 第二 你也不要去谈什么人的天性 哎 你说论天性 那你说了性这东西都是一致的 对吧 那如果说你说人有天性 那人的天性跟动物的天性有区别吗 没区别啊 你不说了吗 食色性也 吃顿好的日个骚的 动物也是这点追求啊 对吧 动物也是吃东西 生孩子 就这两件事 动物也要做 跟你人生目标是一致的 对吧 而且不光能做 人家做的还不错 人家做的还比你好 人一窝生几个 对吧 人家这个天天这个干什么 人内那个多长啊 人内设多多啊 人那个做的比你这还好 对吧 如果说你说啊 那好 那告子先生 你把这玩意就看成是人性 那么那人性 那犬之性由牛之性 牛之性由人之性乎 所有东西 那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所以孟子得出一个结论 人性跟动物性到底有什么区别 别谈人性 性这个东西都是一样的 对吧 要谈咱们就谈点动物没有的 要谈就谈社会性 那人的社会性有没有善恶 孟子认为有 告子认为没有 告子说呀 天生的人性 这东西就是最本源的 对吧 实色性也 天生的人性 其实就是跟水一样 东边开了口子 往东边流 西边开了口子 往西边流 对吧 有的人就往这个善那方面流 有的人往恶那方面流 完全看历史机遇 哪开了口子 咱就往哪流 所以没有什么善恶之分 往左往右都是 都是流 这个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孟子把一拍桌子又起来了 放屁 孟子又开始这个杠 抬杠 孟子说没错 水确确实实是流 水确实是流 而且无所谓是向东还是向西 但是水这个东西的流向 它总得分上下吧 对吧 你上下是要分的 你左右是不分的 但是你上下是要分的 对吗 那水如果分上下 人就得分善恶 对吧 那也得分啊 那怎么分 水性向下 人性向善 听起来这个 对吧 你想水 水只有从高往低流 没有从低往高流的 对吧 因为那会没水泵 水泵就抬杠了 就是水都是什么呀 从上往下流 不是从下往上流的 对吗 那人 人也是都要往高处走的 对不对啊 所以人都越来越好 谁说我人生的目标 是我过的我这日子 我告诉你 我本来我出生在一个大富之家 我的人生终极目标 就是坐麦当劳门口 要饭 真不可能 对吧 就是人都是要往高处走的 水没有往高处走的 那么人也没有往低处走的 所以水不能往高流 那么人没有不向善 它是这么变 跟这个告子变 你说这里逻辑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 这问题其实挺大的 你得先说 人为什么不往低处走 对吗 就是说人性是不是本善 孟子说人性不是本善 孟子说人性是向善的 就像是水性一样 他不是说是本下 而是向下 对吧 他是往下流 他不是说这水就在低处 人性也是这样 水的特征是往低处流 人的特征是往高处走 往那个善子 这就叫人性之善也 有水之就下也 就是人性向善 这是孟子的观点 但是本善不是 他觉得人并不是本善的 感谢天火的茶宠 感谢天火的茶宠 他觉得人 人性向善 但是人性并不是本善的 那人为什么要向善 对吗 就是人 所有人都向善吗 孟子认为是 所有人都向善 人无有不善 水无有不下 就是人没有不向善的 水没有不向下的 那既然如此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摆在面前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恶人 对吧 那你给解释一下吧 哎 孟子说了 这个很简单 环境和条件使然 他说这就好像水一样 如果你把它堵起来 那么水也是有可能往上面走的 如果你把它拦起来 对吧 它也是往山上 它也有可能逆流啊 对吗 但是你能说水往高处走 是水的本性吗 当然不能 这叫做歧视则然也 同样 人也是这个道理啊 人向善 那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并不得 它只是向善 对吧 不等于一定就善 你创造它向善的环境 哎 它就向善了 你要是反过来 那它可能就向恶了 对吧 也就是说 性善 只是说可以为善 那为什么可以为善啊 对吧 反解法 解问法 苏格拉底解问法 为什么可以为善 因为人性当中啊 原本就存在着善的可能 孟子的理论是什么呀 你看啊 人都有四种心 哎 侧隐心 就是同情心啊 羞耻心 羞悟心 对吧 恭敬心 是非心 他说人都有这四种心 侧隐之心 人皆有之 羞悟之心 人皆有之 对吧 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 他说这就所有人都具备这四个心 这四个心啊 他说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代表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人性 那如果说我们每个人 其实本本源上就带有这共同的这四个人性的话 那我们就是有共同价值的 那共同价值是什么 你看这四个心对应的什么呀 仁义理智 对不对啊 仁义理智 那就是说仁义理智 就是孔子啊 提出的一整套理论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这就是我们的人的本性 那侧隐之心那不就是人吗 修悟之心就是义啊 恭敬之心就是理啊 是非之心就是智 所以仁义理智 这四个心是天生的 这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的 是每个人都有 就出生就有 但是为什么有人不知道是你没注意而已啊 他不小心趁你没注意啊 不是你趁他没注意 你把他忽略了 所以他说孟子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那如果要是这么说 就是每个人反正咱们都是品质都是好的 只要我们努力追求 人皆可以为尧顺 就是说尧顺这样的皇帝啊 这样的古代帝王 我们人人都可以做的 那相反 舍弃向善的可能性 那你就是恶人 这就是求则得之 这个舍则失之 就是你求你就向善 你不求你就完了 你就是恶人 这就是世人为什么有善有恶啊 就为什么呢 这世界上还有恶 仁义道德的人性依据 这也是孟子第一个提出来的 这就是孟子在跟告子的辩论中 他无意间提出了一个对儒学的重大贡献 对不对啊 仁义道德 这就是什么呀 他说这是我们的本性 就搁在这了 就放在这了 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都可以好 那现在这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 至少很好看 很好听 那现在还有问题吗 那当然还有啊 那我们不禁要问 这涉怎 我现死 不是 我们不禁要问 那要按照孟老先生您的说法 您不是说人没有什么天性吗 你不是说人的这个天性是没有的吗 不是动物性 这不用提吗 对吗 那人的社会性 不是并非是天生的 比如说不是天生的 都是后边疏导的 对吗 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四个心 就为什么我们不教育他 他天生就带有侧隐 修物 恭敬和是非呀 你不是刚刚否认完告子 你说他说人是有性的 人是有天性的 你说不对 那天性那东西没有意义 对吗 那跟动物是没有区别 那请问动物也有侧隐 修物恭敬和是非之心吗 怎么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啊 对不对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漏洞 你如果不把这漏洞堵上的话 那儒家这个理论体系 他能站得住脚吗 他站不住脚 但是孟子活着的时候 没补上这漏洞 这是后来荀子给补上的 荀子 因为你提出一个这个事来 对吧 那诸子百家争名 那肯定有人揪着你这个bug 不断的 你这是后门 对吗 不断的黑你 所以到了荀子这一代 荀子 他又想出了一个办法 来补足孟子的理论 就是什么呀 就是咱们别那么极端 别说要么就是有天性 要么就是没天性 咱们不要这么极端 荀子就说 那干脆咱们把人性分成两半 一半叫性 一半叫伪 这个伪 就是伪装的伪 这个伪不是一个贬义词 这个伪其实是一个褒义词 什么叫性呢 就是说 这个告子说的 生之所以然者为之性 就是你与生俱来的这玩意就叫做性 什么叫伪 就是什么呀 就是你后天学的 可学而能 可视而成 为之伪 就是说你后天可以学习 可以培养的部分 这个就叫做伪 对吧 也就是说 天生的叫性 后边能塑造的这东西叫伪 那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 伪是什么 伪很显然 它指的就是人的社会属性 性和伪一加起来 这才是荀子说的人性 所以荀子说 这叫做性伪之分 那这样区分有什么意义 这样区分很显然 就不用那么极端了 对吧 你就一半一半了 这就能解决那善恶的问题了 恶这个东西来自于性 善这个东西来自于伪 也就是说 人的天性是恶的 伪这个东西 后天的教育是善的 性则恶 伪则善 我们生下来都是恶人 但是我们受过教育之后 慢慢教育 咱们大家都像善了 咱们就像 咱们就都是善人了 大善人 李大善人 王大善人 孙大善人 都被善了 于是我们现在就能看到 那儒家主张的仁义道德 那就包括 孟子主张的向善之心 它是从哪来的了 对吧 那按照荀子的这说法 是教育出来的 是熏陶出来的 是改造出来的 天生都是坏蛋 都是小坏蛋的生下来 但是这后边改造 后期改造 全都可以变成大善人 所以善这个东西 就是社会赋予人的属性 教育熏陶 改造之前的那个性 是恶的 这就是荀子的性恶论 人之初性本恶 荀子主张性恶 其实它不是说人性恶 也不是在说人性本恶 它说的是人的这个自然属性 有点下作 实色性也多下作呀 满脑就那点事 对吧 满脑就吃好的 日骚的 满脑的这点事 你还是人吗 当然是人 他说这个社会属性 这个听起来就高大多了 对吧 那就非常好了 那社会属性一听 就都是大家做好事 这个好人好事 这就是善 这是必须是善 这个社会必须得交给人善 那才是善 那才是正确的 所以孟子的人性论是什么呀 他说的是人性向恶 不是人性向善 他说的是 不是这个人性本善 但是荀子的这个人性论 是人性有恶 但是呢 也不要说他是人性本恶 本恶就更极端了 那是韩非子 那是法家的主张了 本恶跟有恶 到底就是怎么区别 就是什么呀 你不要把人性看作本恶 就说明这个人还有改造的希望 对不对啊 就说这个人性 我们这人 我们控制不了我们自己 天天想那点龌龊的事 那没关系啊 我可以教你怎么控制啊 这就说明什么 这个咱们还有希望 人性中除了这个性 除了你这个天性 还有什么 还有伪啊 对吧 我们可以用伪来教育你 性战胜了伪 那就是恶人 那就是恶人 如果要是伪战胜了性 那就是好人 所以一个人是善还是恶 就看你选择的是性还是伪 那现在的问题又来了 那请问这个伪能战胜性吗 荀子说那必须能 那必须能 性属于自然 伪属于人类 人定胜天 对吧 与天都人定胜天 这就是什么 就说明我们人 是可以战胜天性灵 那个恶的 这就叫化性而其伪 化性其伪 化改造的意思 对吧 化 其就是星其 化性就是改造天性 咱们每个人都要改造自己 其伪就是说什么 体善心 就是把这社会属性呼唤出来 就是用人的社会性 去改造人的动物性和自然性 用人的用社会影响你 你不要每天想那点事 想那点事情是龌龊的 你不能每天一睁眼 就是娘们 上抗认识娘们 下抗认识邪 你不能天天脑子里头 这个 就是这点事 这个跟荀子的世界观 完全一致 它是什么呀 天论人论高度统一 荀子非常乐观 他认为就是所有人都有改造的机会 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所以呢 荀子主张 人类自为 君子自强 君子自强不息 咱们都是君子嘛 咱们得自强 咱们自己解决嘛 所以 他就得出了 跟孟子异曲同工的结论 他说呀 徒之人可以为顺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任何一个普通人 只要化性而其伪 只要你能够用 严格高标准 严要求 每天严格约束自己 严格的要求自己 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你也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看 虽然说把人性一分为二了 对吧 分成性 分成伪 那么 虽然没那么极端了 但是他跟孟子说的东西 还是不是一回事 其实还是一回事 对吧 因为毕竟都是儒家传承 所以说的其实是一码事 最后书归同图 孟子跟荀子都同意 人性是道德的一个基础 都认为人的这个社会 社会性是善的 是可以改造的 对吗 也都承认人的社会有善和恶 都同时存在 但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 孟子更看重善的那个倾向 把他看成水 对吧 那可以积极引导 荀子注重的是什么 恶的可能 把他看作火 要严加防范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 孟子侧重讲仁义 荀子侧重讲的是什么 形式 就是礼乐 荀子注重讲的是约束 但是仁义礼乐 这两个东西无所谓 对吧 都是从孔子那继承过来 所以他们只是 从不同的方面继承了孔子 但是儒家的分歧也就在这了 按照孟子的这个逻辑 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虽然他没有天生的善 但是他是向善的 对吧 那只要我们引导好 或者只要养护好 那就行了 所以思想教育这东西是管用的 那么既然思想教育管用 在实践中 就可以引申出一个方法 叫做以德治国 所以以德治国 大家一听 哎呀 要是人人都献出一片爱 那么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所以孟子就被看作是什么 儒家正宗 孟子一直在强调 讲爱心 讲仁政 讲王道 对吧 跟这个国王 教他们怎么做国王 希望通过什么呀 政君而政天下 就是说我让这个君王们 都有高的这个道德标准 然后我们天下就好了 所有的人均 都是有高道德标准的 那我们这天下 那不用打仗了 所以孟子被视为是儒家的正宗 但是荀子不认为事情有这么简单 他没有那么极端 对吧 他说人性里头的恶 这东西是先天带过来 这是咱们与生俱来的 这玩意儿就不能靠引导 只能认为只能去防范 要改造 要镇压 这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这是一场这个 对 这是只有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荀子就是这么说的 他说啊 他说圣人们 知道人的天性是恶的 所以这才设立了军权制 来进行统治 对吧 三皇五帝 他们就已经知道了 姚舜宇 他们就已经都知道 人性是恶 所以这些先辈就设立了 我们现在这个制度 然后来统治大家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明确礼仪 来教化群众 制定法度来进行治理 加重刑罚来禁止犯罪 以求普天之下 都出于智 何于善 军权礼仪 法度刑罚 就是什么 就是孟子 就是荀子认为的伪 就是化性其伪 怎么才能让大家向善 就是这个伪的手段 要靠这些严格的制度 来颁证大家 这样的话 天下就大智了 你看啊 荀子的这个说法 是不是听起来特别耳熟 这听着特别像法家 对吗 这简直跟法家一模一样啊 所以专治集权的主张 是由荀子提出来的 但是最后最后发扬光大的 也是诸子百家 最后百家争鸣 最后结束的 最后一位大师 啊 韩非 他成了什么呀 他成了诸子百家的 集大成者 所以韩非最后 把这个东西 融汇到了 把这个法家里头 韩非 当然他比荀子 更加极端 啊 荀子如果是在孟子 和这个 韩非中间 那么 韩非就是在最右边 他比这个荀子 走得更往前一步 孔子啊 是不谈人性的 因为什么呀 因为 孔子可能是 意识到人性这东西 是没法谈的 怎么谈啊 谈不了 孟子是什么呀 是告子跟他辩论 对吧 他拍桌子 他说放屁 那非要去杠去 所以孟子是被动的去谈 但是他还是很有保留 他说善 不说恶 结果留下了一个bug 荀子又去填这个bug 所以他又把这个人性一分为二 分成先天的性跟后天的尾 对吗 前面是恶的 后面是善的 哎 后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 就没有法家了 那法家是最后成熟的一个流派 对吗 所以不管是荀子如何坚守最后的那个底线 他实际上都承认了一件事 就是儒家承认了人性有恶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底线 这个时候只要再有人往这个底线 底下走一步 就马上会产生一个极端变化 韩非就是这个人 韩非就只讲了几个故事 儒家的这整个伦理就全线崩溃 满盘皆输 韩非什么呀 又要讲故事 又要找逻辑 我们之前在法家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了 韩非说一故事 他说吴启 军事家吴启 吴启这个人听说有一个特点 爱兵如子 看谁都像儿子 不是 爱兵如子 他作为魏国将军 攻打中山国的时候 结果他有一个士兵 他坐那起不来了 过去问他说怎么回事 说我长了一个毒疮 吴启立刻没说话 拔下他的裤子 不是 不知道他长哪了 不知道长哪 反正就是吴启 马上就跪下来 直接就开始用嘴 为这个士兵吸损 这个毒疮 给他吸出来 毒疮里那浓血就给吸出来 哎呀 士兵的母亲 别让人看见了 在一旁啊 哭天抢地 哎呀 这个吴启大将军啊 哎呀 真是哭 你怎么吸我儿子呀 你什么 就边上这个士族 我得赶紧把这个老太太给拉起来 说这个老太太 老太太啊 这个 这是吴将军的这个 吴将军的这个这个爱好 你你干嘛 这不是对你儿子好 爱兵如子 哪个将军能给这个士兵去吸这个浓血呀 你哭个屁呀 他妈说 不瞒你说 当年吴将军啊 就是这么对待我丈夫的 啊 就是对待我丈夫的 结果 我丈夫他战死了 现在他要去吸我儿子 那恐怕我儿子也凶多吉少了 这个故事 后来这个韩非没有发表什么评论 但是他呢 在同一篇文章 他说另外一句话 他说什么呀 他说 就是农民啊 故宫啊 给地主种地 哎呀 地主对故宫特别好 又是给饭 又是给钱 哎 那么请问 是因为地主爱这故宫吗 就是他他特别爱这农民吗 只怕不是 对吗 很显然不是 他为什么送钱送吃的 哎 这个好吃 好吃 是希望他多干活 是希望他把活干好 全力以赴 这样的话呢 这个故宫也全力以赴 对吧 他精心耕耘 哎 他多付出 那他付出这东西 他是因为爱地主吗 肯定也不是 他是为了 我多干 我就多挣钱 我多拿工钱 我吃好的 我日丧 我什么的 我活得好好的 对吗 所以由此可以推论 那吴奇为什么要去吸那个士兵啊 他为了 他不是爱这个士兵 他是要把这士兵送到战场上去 让他牺牲 让他战死 对吗 王良爱马 勾剑爱民 这请问 那王良为啥爱马 王良爱马 是因为他要把这马变成战马 他往这个战场上送 勾剑为什么爱民 他要征兵啊 所以他要把这些这个老百姓都征过来 对 然后都送到战场上去 于是 韩非还说 他说什么呀 他说 那你想想 开马车铺的 就是开今天啊 开4S店 他说开4S店呢 都希望人能富贵 他们的心都是特别好 他是忠心希望你能发财 为什么 因为你发了财 你就来这买车了 你就在这 这个这个 恭喜富贵总 喜提 马沙拉蒂 就是你就来买马沙拉蒂了 对吧 他们是忠心希望全天下人都富贵了 开棺材铺的人 他是忠心希望全天下人都早死的 对吧 卖骨灰盒的 卖棺材铺的 那请问 我们能说开这个4S店的人就是好人 开棺材铺的人就是逮人 我们能说前面的人就是仁慈的人 我们能说后边的人就是残忍的人 我们能这么说吗 我们当然不能说 真实原因是什么 那要没有人富贵 那他这车卖给谁去 对吗 没有人死 那这棺材他也卖不出去 那马车铺老板也好 那棺材铺老板也好 都是为自己打算 这怎么有什么仁义不仁义 道德不道德的 这就是大家都得活命 所以人性向善还是向恶 这种问题根本就不在法家的讨论范围之内 不用讲那么多道理 看人际关系就行 如果人和人之间相爱或者互义 那么人性就是善的 那或者是向善的 你怎么说都行 对吧 那反过来他就肯定都不是 那请问 韩非现在又问了一个问题 请问 你们看一看这世界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是 是爱吗 是互相咱们大家都 这个你爱我我爱你吗 是意吗 是中吗 都不是吧 那怎么会出现战国 怎么会出现春秋啊 怎么怎么出现这个乱世的呀 所以 最后最后 韩非说 那人和人之间的东西 其实就一个字 利 对吗 人啊 不管是蠢的 还是聪明的 你在进行选择的时候 都要去考虑取舍 取舍的标准就四个字 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趋利避害 这是什么呀 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利之所在 明归之 明之所张 是死之 人们的追求 说白了 说到底 无非明立二字 大家都说 说那个传说 说鲁国有一个叛将 杨虎 犯上作乱 大家千夫所指 说这个人 妈的坏到根了 但是说的不对 但是韩非问 那只要利益够大 请问普天之下的大小陈辽 谁不是杨虎 谁都是杨虎 只要你利益够大 对吗 所以 韩非说 那人性 现在你想想 他到底是善还是恶呀 人性本恶呀 所以没有人不牟利 也没有人不算计 这就是法家看的人性 你比如说 他又举例了 他讲故事的 他喜欢讲故事 说逻辑啊 比如说伯乐 大家都喜欢伯乐 大家一说 伯乐相中千里马 大家都喜欢这个千里马 他教人相马的时候 如果他讨厌那个学生 他就教他相千里马 就说你怎么 我给你教你啊 怎么找这千里马 如果他喜欢那学生 他就教这学生相普通马 这是为什么呀 韩非说 你觉得这是因为伯乐 高峰亮节吗 不是 实际情况是什么呀 实际情况是千里马这东西 百年不遇 你一辈子都不一定碰着 一匹千里马 对吗 所以这好处来的太慢了 所以他把这个本事交给了 他不喜欢的学生 那普通马天天都卖 所以佣金来的就快 所以他把这个本事就交给了 他喜欢的那个学生 所以伯乐这么教学生 请问伯乐高峰亮节吗 伯乐难道没有算计过吗 所以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 君臣关系也是如此 君和臣本来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他们之所以能在一块合作 是因为什么呀 君主需要臣子的智力 臣子贪图君主的封赏 这样苟且在一起 这就是君臣 但是不管是君还是臣 都得记住 有害于自己而利于国家的事 臣是不会做的 有害于国家而有利于臣下的事情 君也是不会做的 君臣关系就是什么呀 各自算账 然后建立起一个微妙的平衡 这样就巩固了 所以韩非说君以记这个处臣 臣以记是君 君臣之交 就一个字 记也 这韩非呀 他什么呀 因为这大家知道 法家是另一个极端 韩非把这话说的太绝 而且显然 我们今天看 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个事情肯定有逻辑错误 什么逻辑错误 太片面 社会 有没有他说的那么黑暗 肯定没有 人心有没有他说那么险恶 也肯定没有 就是说这里头总是有例外 对吧 你不能说一杆子全都给打死 在他自己那个著作里头 他自己就写了很多好人 但是他的观点 却绝对片面 他是绝对相信人性本格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韩非他提出的观点 非常深刻 他深刻的在哪 你再往后想 那就是法家的一系列思想 那就是认为 人这东西是靠不住的 靠得住的是什么 靠得住的是制度 这个 儒墨两家都重视制度 对吧 我们之前讲了 这个 儒家是什么 要遵循 要遵循 遵从礼乐 墨子上童 听上门的话 对吗 这就是制度 但是儒墨的制度是什么 是爱 是这就叫做爱 是建立在 儒家是建立在仁爱 亲亲之爱 诶 墨家是建立在什么 奸爱 对吧 他是建立在爱的前提下 所以 儒墨这两家 他本能的就会什么 更看重道德 所以他们的那个制度 是约束正人君子的 是约束那个 得有高风亮节 得有极高的思想品质的人 他们是约束他们的 但是韩非是干什么的 韩非看 那既然人性都是恶的 那你就不能指望着他会变善 而且你也不能指望着说人会去行善 唯一我们要做的 就是我们制定一个严酷的制度 来防止人们作恶 世人之为无善也 境内不识数 用人不得为非 一国可使其 什么意思 自觉自律的君子 一个国家呀 找不出十个来 所以着眼于没人敢犯法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样的话天下就太平了 所以思想教育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 荀子说那一套根本就没有用 以德治国这东西也是不行的 管用的就是严刑俊法 两面三刀严刑俊法 赏罚 对吧 士术罚 两面赏和罚 这个三刀士术罚 所有这些加起来 这就是韩非所谓的法治 当然这在当时是绝对颠覆性的 对吗 这是绝对颠覆性 因为过去的中国都是以德治国呀 以礼利序 对吧 以悦治和 从来没有听说过谁要以法治国 其实这个事情争论从孔子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鲁昭公29年 就是公元前的513年 这个晋国啊 这个 这个 记这个 这个政国之后啊 他住了一个刑顶 住了一个刑顶 然后呢 就把这个刑罚呀 刻在这个顶上 把这个条款向国民公开 这个就是法家思想的实践和先生 因为法家的主张就是什么 法莫如显 目的 你首先要使民支持 你像所有人都知道 说这个东西你不能干 那个东西你可以干 哎 不是不是 就只有你不能干 公正 不是公开才能公正 对吧 公正了才能公平 这是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是这件事呢 在当年孔子就反对 孔子说你们这么干不行 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孔子认为要维护理智 维护理智这个东西 你不能公开刑法的条款 因为理智的那个核心内容是 尊尊 哎 就是尊贵啊 对吗 尊尊啊 就是尊崇的意思 要让老百姓要尊崇啊 这个你 刑法的条款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贵族 应该是这个尊者 应该是贵族他们掌握的 那刑法的量财 应该是由这些人来实现的 对吗 这样才能体现 他是尊贵的 要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说这个事情 我不能干 那怎么体现执法者的尊贵啊 对吧 所以孔子说了一句话 叫民在鼎以 何以尊贵 就是说老百姓都已经看到 鼎上写的这个刑法了 那怎么能体现出这尊贵呢 对吧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个应该是读 应该是民察鼎以啊 就是民察鼎以 这又是一个通甲字啊 就是说你 你都已经看到这个绿条了 也知道什么东西 干什么能犯法 什么东西不犯法 也知道犯完罚以后 有什么惩罚了 那怎么才能规避 对吧 你连想的这个避开的方法 你都想到了 那凭什么 我们还要遵从贵人 那他没有有求 没有 没有再对这贵人 有什么需求了 那怎么会尊敬你 也不会的 所以他们只会什么 只会去尊崇行顶 他们以后就会去拜那口顶 不会再去拜人了 所以孔子 你看我们之前说了 孔子是要什么 他是站在贵族的角度 对吗 他是站在世人的角度 他一方面是要维护贵族的这个统治 另一方面是什么 要维护德制 必须得有德 德制就是什么 就是以德制国 法制是以法制国 德制的手段是什么 是礼 哎 规矩 对吧 那么这规矩说 见上老人 你得称呼他为您 这叫礼 法制跟这玩意儿完全两码事 法制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见上老头 不管他叫您 坎头 这叫手段就是行 要不然说不只是坎头 说把鼻子割了吧 因为见上老者 没有使用敬语 割鼻子吧 就割鼻子 法制的手段是行 这里说的法制是古代意义上的 不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以法制国 不是现在这个法 其实我们说是法制 其实我们得说它是行制 韩非的以法制国 其实是以行制国 行律制国 所以我们要弄清楚这一点 我们就知道 孔子为什么反对了 孔子其实是很仁慈的 对吧 孔子反对的是法制 但实际上他反对的是行制 因为孔子说 说这玩意儿 治标不治本 道之以正 其之以行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其之以礼 由耻且割 就是用政令来引导 用刑法来规范 人民不敢犯罪 但是人民就没有羞耻心了 他不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东西不该做 对吧 他没有羞耻心 用道德来引导 用礼仪来规范 人民不光是觉得 什么东西是羞耻的 而且还能自律 还不犯法 所以这就是孔子 为什么他说 这个必须得得智 不能法治 孔子有道理 孔子他说的当然有道理 不想作恶 跟不敢作恶 那肯定是前者更好 说我不想干坏事 但是韩非为什么要反对 因为在他看来 孔子说的这种社会 能实现吗 这根本就不可能 说所有的人都不想作恶 那这社会的 什么样的社会 对吗 这根本就不可能 如果而这社会 是这样的社会 那怎么还会有这么 这么纷乱的 这个乱世 对吗 所以韩非看的特别清楚 他说人之所以去干坏事 不是因为他有这个嗜好 而是什么呀 刚才不说了吗 利害使然 对吧 利之所至 屈之若物 害之所加 避之不及 如果说利害关系不大 那或许还能讲点道德 你说一个人 仓秉食而知礼节 你说这人 他不缺吃不缺穿 那他可能还能讲一点道德 他说一旦说 咱们到不了这地步 一旦说诱惑这东西 是没法抵挡的 所有人都要去追这个诱惑呢 或者危害难以承受 那他还顾什么呀 那他肯定就是 绝对这个 这个 这个 不会那个什么了 不会 去遵守了 骂人的 我直接给疯了 骂人的 我直接给疯了 所以 那就肯定不会去想这些了 所以韩非认为啊 说君主治国必须只能左右开弓 两面三刀 左右和两面 就是什么呀 就是赏和罚 只有赏和罚 才能趋利避害 才能对付利和害 什么理智啊 什么德智啊 这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 但问题就是 形制跟法制 或者说我们只说形制 这东西到底管不管用 那要看你文章是不是做足了 你的工作是不是做到位了 韩非的主张特别特别的明确 就是什么呀 赏 咱们就慷慨大风 咱就玩命赏 你说吧 你要几个妞 都赏你 说话得算数 让大家有利可图 赏莫如厚而信 使民立志 罚就要心狠手辣 从重从快 一次就封他一年 让他一年都说不了话 这就让他们魂飞魄散 这就叫罚莫如 罚莫如众而弊 使民谓之 我一定要让你害怕 更重要的是什么 执法必须要统一 立法要持久 不能朝令夕改 法令必须公开 写顶上 法莫如一而故 使民之旨 永远我就写在这 我也不变了 高官厚禄 言行俊法 我让你知道 只要你做好事 那么你就一定能拿到高官厚禄 你做坏事 等着你的 只有猎枪 所以说一不二 另行禁止 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高压之下 必有良民 这是他的基本治国观念 那这样的法治 或者说这样的行治 真的是我们要的吗 法家之所以很受人诟病 也不奇怪 对吧 因为我们之前说了 法家是有目的 他是要维护军权的 法是治谁的 法是治民的 对吗 虽然说这个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但实际上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他维护的是谁 他维护的是君主的地位 所以他是 君主就在那舒服着 大王您就舒服着 您什么都不用干 就让他们都怕 对吧 大王不能说话 我们让这个臣下都在那猜 说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不能让他看穿 法家的法是对民的 并不是对军的 法家的问题不在执法 是在立法 立法的问题也不在具体的条款 而是在所谓的立法精神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 他为什么要有法律 他法律的本质是什么 他法律是为谁服务的 对吗 这才是那个最重要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有法律 为什么要行法治 法家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巩固君主统治啊 对吧 就是让这个千秋万代 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 韩非就说过啊 故民主之国 无书简之文 以法为教 无先王之语 以利为师 无思见之汉 以斩首为勇 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 无书简之文 就是一切书籍 文献典籍都不要 无先王之语 就是什么 一切之前说的什么思想遗产 统统都不要 这就是什么呀 为焚书坑儒做准备了 对吗 这不是准备了 要做舆论准备了 那么你想一想 在没有文献典籍 没有思想遗产 没有精神文明的环境下 长大的国民 最后会变成什么 无思见之汉 以斩首为勇 就会变成以斩首为勇的 特别听话的士兵 杀人机器 因为韩非不说了吗 只需要农民和士兵 其他那五度都不要 对吧 你们读书人 要你们干嘛 没有用 你们都是这个社会动乱之源 就要农民和士兵 因为这两个听话 一个给我们种吃的 一个给我们打仗去 对吗 所以他们在韩非那 农民跟这士兵 这被称为叫王资 剩下的不要的 那叫五度 五度 度就是书虫 就是白云 度就是书虫 所以这就是君王称霸的资本 王霸之本 就是王霸之本 王资们遵守的 当然只能是王法 所以你知道 所谓的行制或者法制 他到底约束谁的 他约束的是这些王资之民 那现在就出现问题了 那韩非的法 他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那个法 他是帝王之法 孔子这德 说的是什么 最后维护的是什么呀 他是站在贵族的角度 对吗 他是想让老百姓来崇拜我 他是崇拜这贵族 所以这是君主之德 一个是帝王之法 一个是君主之德 孔子讲的君君臣臣 富富子子 这是君主之德 所以一个王法 一个王道 这俩有什么区别吗 这俩只是维护君主权力的两面而已 对吗 法治和德治其实都是为了要让君主把位置江山稳固永远的传下去 所以半斤八两 那么外儒内法 儒法相合 才是最好用的东西 对吧 那么治国到底是以德还是以法 那当然是得以法 对吧 德这东西 他不具备可操作性 就是说德这东西 请问这个人 他吐了口谈 请问这个人的道德品格 他六点几分啊 或者七点几分啊 咱们怎么评估的 你操作不了他 对吗 所以所谓的以德治国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以理治国 是伦理治国 德治跟法治之争 其实是理治跟行治之争 但是他们两个书归同图 维护的东西是一个东西 以理治国早就明日黄昏了 对吧 不太可能 因为你没法要求 所有的人都有那么高的道德 对吧 你君王都做不到 你说老百姓能做到吗 所以以法治国 就是后边的君主 当然这以法 你一定要记住 是什么法 这个法可不是 因为他立法根本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法 我们又为什么要有德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 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德 这些东西不能不想 无德之德 必是伪善 非法之法 必为恶法 我们用几千年的时间 去印证了这两句话 但是那你说 那有没有好的路呢 有没有适合我们走的路呢 当然这就不是先秦诸子 我们的哲学能够回答的问题 从孔子到莫子 到孟子 到这个庄子 然后到这个这个荀子 到韩非子 这么多的子 都是过去式了 先秦诸子的这个争名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 对吧 但是那毫无疑问 是我们整个民族 哲学史上 或者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 非常精彩的一个篇章 在两千多年前 这些先贤们 这些各种子 他们就已经思考过 我们该何去何从了 对吗 现在剩下的 就只有喷子 才能解决问题了 所以留下了一大堆 让我们今天还困惑不解 还争论不休的问题 那么我们还得说 如何治国 如何做人 做人的哲学 其实是生存之道 生存之道的争论 它是有两个方面的不同的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人性论 第二个是方法论 道家从不谈人性 因为用不着 对吗 他们看来 道是一切 人性就是天性 对吗 要不然怎么能叫性呢 墨子 孟子 荀子 他们认为 人性跟动物的区别 是社会 所以要不然 怎么叫人性呢 人和动物的区别 到底在哪 就是它本质上 它也在哪 墨子说了 劳动最光荣 我们之前讲 墨家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讲过 劳动最光荣 风以社会最光荣 所以墨子认为 就在劳动 人能劳动 动物不能劳动 孟子和荀子认为 什么呀 社会 伦理道德 这才是 这才是 那个本质的区别 墨子说 说不劳动 人就不能生存 对吧 所以要建立一个 社会 孟子跟荀子说什么 无礼仪 人 禽兽不如 所以荀子甚至说 人之为人 难道就仅仅在 二足而无毛吗 就是说两个脚不长毛 哎 在父子之亲和男女之别呀 是在于我们之间有社会性 我们 我们认爹 啊 我们 我们这个 有男女 所以 墨子贵意 荀子尊礼 墨子主张自食其力 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机会均等 对吧 这我们讲墨家说已经讲了 荀子主张 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 轻重有别 贫富有称 啊 有称啊 有称称啊 就是合理啊 必须合理 墨子显然是偏公平和正义 荀子是偏秩序和文明 那至于孟子 孟子是人民爱物 要人啊 相善及恶 尊贤敬掌 明辨是非 这些主张 就是仁义 理智 合称为义 孔曰成人 孔子说成人 孟曰取义 孟子说取义 这是孔孟之间的差别 但是他们的共同的价值观 是一致的 仁爱跟道义 只有韩非 或者说法家 人性本恶 这就牵扯到方法论 因为到了韩非 到了最后成熟的法家 我们才能说出方法论来 因为韩非所讲的哲学 这个哲学 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实践的哲学了 已经不是思想的哲学了 对吧 显然 他讲究的是一个斗争的哲学 兵炭不同弃而久 寒暑不坚实而至 就是说 矛盾的双方是势不两立的 你死我活 非黑即白 这就是法家的主张 所以人性中既然有恶 那就不可能是善的 所以德制和理制都不管用 最有用的就是威逼利诱 严行俊法 两面三刀 相对 这后边的几位子 孔子其实 他讲的是什么 忠庸之道 不说好听的 也不说难听的 不走极端 庸 怎么说 不唱高调 不走极端 不讲人性恶 也不讲人性善 不提最好 不能说当真 他虽然他说姚舜那个时代 那是 那是那个礼乐 还没有坏的时代 对吧 但是不能主张 说咱们真回到姚舜 或者回到商周 对吧 那如果说 这个我们主张回去的话 那怎么东周 没延续下来呀 对吗 这就是孔子说的问题 老子的方法论是什么 正言若反 福兮 这个祸兮福所以 福兮祸所福 对吧 这个就是他的名言 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 正言若反 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 都会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的 不是说坏的东西永远是坏 好东西永远是好 那按照这个逻辑 我们之前讲道家的时候也讲了 善就是恶 恶就是善 善能变恶 恶也能变善 所以老子也不会跟你谈人性善恶的 因为对他来说 这没有什么善恶 老子不谈人性 但老子谈什么 老子爱谈治国 这是诸子的共同话题 因为诸子既然都是隐士 对吧 都是这个 都上升到哲学家了 大家都要干嘛 都有一个本质的目的 出来做事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话题 道家讲究的是自治 所有人管好自己 对吧 天下就太平了 相如以莫 不如相望于江湖 咱们就是所有人都没事 天下就没事了 对吧 道家是讲人 不是这个莫家是讲人治 儒家要讲德治 法家要讲法治 结果 韩非跟老子 这两个人 惺惺相惜 因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都要讲无为 莫家跟法家 书归同图 最后大家说来说去 一个上童 一个是维护军权 一个是这个严刑军法 都最后讲到军权 对吗 反倒是既没有讲过自由 又没有讲过平等的莫子 而不是那个那个孟子 他是主张民权的 对不对呀 所以 这就是 百家在那个时期 按照自己的思路 大家想出来的 就走到了不同的路上去 对吗 有的非常近似于今天的民主制度 有的非常近似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 有的非常近似于今天的这个法治社会 哎 大家走来走去 走出了不同的方向 道路的选择很清楚 大体上来说呢 就是道家讲的是天道 墨家讲的是地道 儒家讲的是王道 法家讲的是霸道 讲天道的 道家说讲天道的 就是什么呀 回到最原始的社会 人人自己这个顾自己 人是谁 谁都不认识谁 那就是回到太古时期 那是最好的 从三皇五帝把这事弄乱了 所以回到三皇五帝之前 地道啊 就是要回到尧顺 王道要回到商周 这些都是道退 只有霸道才能走向秦汉 于是最后胜出的是谁 是法家 但是法家胜了多长时间 昙花一现 汉出贵皇老 五帝尊儒学 之后历朝历代的 治国之术 都是奸取儒法 或者叫外儒内法 杂用王霸 不是杂用王霸啊 杂用王霸 学界 就整个学术界 是什么 是如道互补 或者叫如是道 三教合流 哎 他们融会到一块了 为什么 因为学界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精神层面 这个 这个 整个的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统治阶层 他们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实用 所以 外儒内法 坚取儒法 学术界 三教合流 也就是说 在意识形态领域 儒法两家 成为了执政党 只不过 一个台前 一个幕后 一个红脸 一个白脸 儒家唱白脸 法家唱红脸 道家是什么 道家就是在野党 哎 有的时候呢 也参政义政 但是多半时间 是跟什么佛家呀 跟这个儒家呀 大家轮流作庄 只有莫家 莫家成了什么 莫家成了 社会不安定因素 在社会最阴暗 最底层流行 江湖帮会 梁山好汉 对吧 他们这个农民起义 他们搞这个去了 所以 百家争鸣 我们就这么着 结束了吗 其实还没有 批判的武器 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就是这句话 武器的批判 也不能代替 批判的武器 治国的争论 虽然秦汉 秦皇汉武 这些人 他们都实践过 但最后最后 问题并没有得到 真正的解决 最后解决问题的 是我们的新中国 最后是我们的新中国 把这个问题才解决了 所以 几千年的 或者说我们说 九流石家的争鸣 大概历史 整个轴心时代 大概历史 三百年 三百年的辩论 争鸣 争鸣出什么来了 没有结论 但是我们的 治国方式 我们的这个 这个秦皇汉 我们的治国方式 往前前进了一大截 对吗 但是在思想上 有争论吗 其实 没有争论 没有结论 也其实很正常 你说人性是善是恶 这种问题 那今天就有结论 今天也没有结论 对吧 那现代哲学 也回答不了这问题 永远可能 也不会有问题 因为这是全人类 都在考虑的问题 这需要的 不是诸子百家 加上 不是孔子 墨子 荀子 这个孟子 和喷子 他需要喷子 就是不是说 这是需要全人类 来共同思考的 问题是在诸子 那个时代 我们还可以思考 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这个自由和平等 平等 是墨子 跟韩非 都主张的 对吧 平等加自由 是庄子的价值观 若为自由故 草邪走山路 对吧 这庄子的价值观 逍遥游 写的什么 就是自由啊 其无论什么 平等啊 这很了不起 可惜庄子的平等 也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要愚民愚君 对吧 他对自由那个理解 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的 也从来不属于自然界 以天然为平等 以率性为自由 最后只能是没有自由 也没有平等 什么都没有 墨子跟韩非子 其实更糟糕 他们从平等 结果走向了专制 他们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的思路 就会走到专制去 这就得问问为什么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 整个百家争鸣的这个过程 我们会发现 所有有质疑的争辩 都没有超出世俗生活的这个范围 这就跟其他的轴心时代的同民族 这个思想家就不太一样了 对吗 犹太先知跟释迦牟尼 他们最后把这个东西升华到了宗教 古希腊的这些哲学家 他们最后怎么 他们走向思辩 他们在追问人的终极存在 只要你去追问人的终极存在 追问世界的本源 世界的起源 那么要么走向自然科学 要么走向神学 走向宗教 但是这些东西 人的终极存在 世界的本源 我们的诸子百家 关心吗 完全没有关心 唯一你说能关心一点的 也就只有老子的道 但是老子的这个道 可跟古希腊的那个关注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那个物理学的关注 中国的道的关注是伦理学的关注 所以我们的这个文明啊 就算在他思想最活跃的时代 也很遗憾 没有走向宗教和科学的这两个维度 我们争论的仍然是我们人世俗生活的这个范围 也许这就是问题的原因所在 或者说我们说这是问题之一 那么更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些子是回答不了的 我们只有留给喷子们来找到这原因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诸子百家的专题 九七 九七 这个不敢说有多精彩 但是呢 也不能说有多深刻 但是基本上涵盖了诸子百家的哲学争论 也希望能带给你一些思考 接下来我们的专题 我们要先放一放我们的哲学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是十字军东征 听完了十字军东征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专题叫他们的哲学 那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聊一聊 希腊古希腊的哲学 就是同为轴心时代 这样的话我们有对比 有实践 我们就能够听得更明白 他们的哲学 为什么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我们的哲学 为什么是这条路 为什么他们的哲学是那一条路 所以不管你在哪个平台 在听我们的回播 希望你多点赞 然后多留言 能点赞的点赞 能留言的留言 不要那么抠 不要那么抠 那么我们把时间留给斗鱼直播间的弹幕